哈喽大家好 这是骑士砍车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探店的车型呢 就是我身旁的这辆吉利银河翼5 我相信啊 很多朋友已经在网络上有查看过 这辆车的外观配置以及动力参数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就是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就是需要买这辆车的朋友们 应该选哪款配置比较好呢 首先大家要知道 吉利银河翼5这款车型呢 是吉利银河唯一一款面向全球发售的车型 然后就是这款车呢 其实在上市以来也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关注 那刚刚呢我也是询问了这边的工作人员 目前到店来看这台车型的朋友 他们的一个年龄分段呢 是25岁到40岁这个区间的这个用户群体 那其实在我看来啊 这辆车确实还是挺老少皆宜的 就说明首先就是从它的售价 还有就是可能从它给到我们的一个空间 还是说配置都挺能够打动用户的 那外观的话这辆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点眼熟 为什么呢 因为这套设计语言呢 也是在之前的吉利银河一八上面有采用过的 然后现在放到这款吉利银河一五的外观上的话 其实也不会特别的突兀 而且你会感觉是特别时尚的 包括它采用到了全封闭式的隔山设计 也会营造出这种科技感 然后分体式的单灯组 以及C字形的日行灯 这样的设计组成的前脸的话 也是营造出了这种科技感 银河一五的话 它从车身尺寸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是属于这个A级纯电SUV的这个领域里面的 但是啊它的空间其实做的还蛮不错的 待会咱们上车可以看一看 然后就是关于这辆车啊 应该去选哪款配置的话 我们到车里跟大家说一下 那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吉利银河一五 它都有的一个共性 其实它是在这个GEA的架构下面打造的一款车型 那这个呢 我认为里面最亮眼的可能还是自研的短道电芯 那这个短道电芯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可以给大家大概的讲一下 那首先呢 它是能够把这个充电的效率提升的更高 然后在这个低温环境下 电量呢不会出现这种虚高 然后就是充不进电的这种情况 所以在这个电池这方面的一个优势还是挺明显的 包括它也采用到了CTB电池鲍鱼一身的一个技术 所以呢 整个电池的一个安全性可能就会更高了一些 然后再来到我们今天拍摄到的这辆车呢 是远航版的车型 那我个人的话会更推荐大家去买探索家的车型 那它的售价为13.58万元 其实相比较远航版的话也没有多出多少钱 不过它的配置方面的话也都会进一步的提升 待会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这款探索家的车型也是非常多用户到电 就是第一个就是想要了解的一款车型嘛 那像它在配置方面的话 会我们带来一个15.4英寸的2K分辨率的中控大屏 然后再加上一个10.2英寸的全域镜仪表盘 然后在中控屏的话 它是为我们配备到了国产首颗车规级7纳米的车机芯片 龙音一号 并且它也是采用到了魅族的Flyme Auto车机系统 其实它整个桌面 它在设计方面也是非常的自由的 我们可以自定义它的一些卡片信息 虽然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助手去呼喊它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呢 大家需要自己去操作的时候会觉得更方便一些 那还有一个呢 也是这辆车比较亮眼的一个部分 就是它为我们采用到了一个Flyme Sound的一个无界之声 其实全车是有16个扬声器的 就是刚刚呢 我们也是听了一下 确实啊 它在整个的一个音响啊 还有就是我们给到的这种听觉的感受是非常不错的 再来的就是在这个远航版声音上 是没有为我们搭载到这个手机的无线充电的 但是呢 它在探索加版本以上的话 是有为我们配到一个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 所以可能这个配置的话也还是比较能够吸引人的一点 然后就是这辆车呢 它也为我们搭载到了360度的全景影像啊 也是非常方便的可以通过这个全景影像去看到咱们车周围的一个环境信息 而这辆车还有一个对外供电的功能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会去露营 然后露营的话你会涉及到比如说煮一点火锅呀或者说是烤烤烧烤呀 需要一些电的时候呢这个车它就能够在比如野外给我们提供这个电源 那这辆车比较好的一点什么呢 就它没有完全的去追求这种极简风 它把我们常用的功能做了一个物理按键 像空调的开关以及这个前排除物的功能是单独做了一个物理按键的 其实虽然说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靠它的这个云助手来完成 但我们仔细想一想有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对吧 我一键开启这个空调开关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就点到这个开关的时候你可以去控制它的风量 然后呢auto模式你可以去控制它的空调的温度的高低 再来就是它的水杯架的话是给我们做一个隐藏盖板 虽然说杯口有点小 但是我发现啊就是它可能放手机的位置真的还刚刚好 这是我自己可能真的如果有这样的一台车 然后车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 我可能宁愿是把我手机放到水杯架的 因为确实挺方便的 虽然说它有给我们做一个独立的这个放手机的区域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你可以去放一些备用机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值得夸奖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它下方的掏空位置 它真的做的还蛮大的 你可以在下面塞一些你也可能比较中等大小的快递 也或者是说咱们的这个呃备用的纸巾啊都可以往下面放 这个我觉得就是空间在前排的话是给我们预留的非常充足的 那么现在我把我的位置调整一下 我们到后排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乘坐空间表现吧 那么做到后排之后 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也能够看出来后排的空间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充足 这个也是它在同级为一个得防率可以做到百分之六十二点七的 然后全车的话一共是有三十三处储物空间 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离前方调整了自己的驾驶坐姿之后 差不多有一小臂的一个距离 很多人都说啊 这台车它可能呃出来之后这个圆plus要小心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啊 送plus因为也要有一点危机感了 因为我感觉就是银河义舞的这台车野心还是蛮大的 呃其实在后排的话它有两个空调出风口 然后在下方的话会为我们设置到这个USB还有TOPC的一个接口 然后在配置方面的话 其实后排就是这么多空间 其实是这辆车最大的一个亮点 然后现在我们到它的后备箱去看一看 那喜欢出去露营呢 然后又喜欢出去钓鱼的朋友 真的这辆车还挺适合你们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辆车它支持四六比例放倒 在座椅放倒之后 它整个后备箱的容积可以拓宽到1877升 然后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盖板拉起来之后啊 它还做了一个同级唯一一个下沉空间 可以达到51升的这个储物空间能力 那这个下面可以放什么呢 我觉得是可以放一些网球包 或者说是咱们钓鱼的朋友就放一些这个鱼箱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储物空间的能力啊 还是能够给到你一定惊喜的 那肯定就有很多朋友关心啊价格政策是怎么样的 官方也表示在10月1日前完成大令锁单的用户将额外享受3000元的限时补贴 限时的先享受价就来到了10.98到14.58万元之间 并且呢你也可以获得七重礼遇 包括最重磅就是限时免费享受8800元的Fly Nissan的无界之声 而且也可以享受到限时免费享价值1200到3000元的配置身仓礼 还有就是关于首任车主在购车之日起一年内免费赠送充电桩及安装服务的交付礼等等 那我们最跟大家推荐的车型呢 其实在这个远航版的基础之上呢 有一个售价为13.58万元的探索加版本的车型 那那款车型的话 它相对于这个远航版车型 它会为我们增加 比如说是全景天窗 还有就是座椅的通风加热功能 然后呢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到256色的氛围灯 再来到它也能够给我们提供到这个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 这个刚刚也跟大家讲过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在整个的续航的上面的话 其实也是保持一致的 那首先呢 吉林英科15它其实最大的功率的话是160千瓦 那么它根据配置不同 是为我们提供到了49.52和这个60.22千瓦时的电池包 然后它是全系为我们搭载的前驱车型 然后再来的就是它最长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的话是530公里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 当我们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又带着一家人出去玩这个530公里 纯电续航里程也会让它有一些轻微的这个里程焦虑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因为这辆吉林英科15它是搭载到了吉林自研的神盾短刀电池 在这个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充会儿电 然后它就能够在17分钟的时间 从10%的电量补充到80% 所以在这方面的里程焦虑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无庸置疑了 那么大家在看完之后觉得吉林英科15这款车型 你是更喜欢我们今天拍摄到的这辆 还是会更喜欢这个探索家版本车型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谢谢大家